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从那状态中退出来 因为那无数道吼声完美融合在一起的一道声波节奏完全一致之后 却是再也没有了任何进展 消炎也能知道 此时这道吼声啊 已经出窥尸虎碎金银的门路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是觉得吼声中少了一点什么 少了点什么呢 脑中的念头如闪电般的运转着 可却始终难以寻找到所需要的东西 苦恼的思索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时间 然而就在消炎预感这股悬疑状态即将消散的时候 一道震慑山林的惊天虎啸 猛然自外界的山脉中响了起来 虎啸顺着临海蔓延 最后浩浩荡荡来到湖泊处 虎啸之中所蕴含的微压 令得湖泊周围的一些野兽彻底的瘫痪了下来 嘹亮的虎啸没有被消炎那种状态所隔绝 因此啊 那蕴含着虎微的笑声便是静止传到了消炎的耳朵里 虎啸声入耳 消炎脑中的经过无数道解析 方才融合在一起的吼叫声波动了起来 而此刻 消炎心中也是豁然明朗 自己的笑声中原来是缺少了一种真正的虎微 与真正的虎啸比起来啊 自己的笑声仅仅是形似 在无比清明的脑海里 先前那道进入耳中的虎啸声竟然凝合了一道道弯弯曲曲的极具弧度的实质的银色波纹 这缕波纹在消炎的控制下 与先前他从自己吼声中解析出来的最完美的一道 开始了融合 两道音波线条彼此交缠着 最后没有太大抗拒性 便是成功的完美融合了 两道声波 骤然相容的那一刻 消炎那玄傲状态终于是轰然破裂 两眼突然睁开 眼中精芒爆闪 他深吸了一口气 体内斗气狂涌 一缕从阴阳玄容干中继承而来的龙气急速涌冲 最后直冲喉咙 嘴巴微鼓 消炎的脸庞上有些胀红 他双手赫然结印 玄技嘴一张 顿时犹如雷霆般巨响的虎啸声波 自己嘴里爆吼了出来 无形的声波刚刚出口 消炎面前的空间便是泛起一阵剧烈的波动 玄技声波闪电般的扩散而出 只听得轰隆巨响 平静的湖面犹如被投放了炸弹一般 高达七八丈巨大的浪花乍涌而起 最后轰然落下 水花以及雾气 把整个小山谷笼罩在了一片雾蒙蒙的水汽之间了 虎啸声如乌云密布间爆发出来的怒雷般以消炎为中心点滚滚席卷而去 连瀑布砸落下的巨声都是被这虎啸声给掩盖了过去 方圆十里地都能模糊的听见 声波所过之处 百兽瘫痪 甚至连一些实力强横的魔兽 也是因为虎啸声所夹杂的那抹龙气而灵魂俱颤 一些实力弱 而且距离湖泊烧尽的低级的魔兽 居然直接被这道怒雷般的声音活生生的给震死了 硝烟的这一吼啊 竟然恐怖如斯 许久之后 虎啸声缓缓变淡 那弥漫在山谷中的雾气也是逐渐的消散 巨石之上 黑袍青年脸庞兴奋与震撼的望着周围狼藉的地面 他剧烈的咳嗽了一声 大喜的喃喃道 我成功了 这就是师虎最今年的威力嘛 果然很强啊 真是个受天眷顾的小子呀 竟然能够在短短两天时间里就掌握到虎啸的节奏 常人想要达到这般地步 每个半年的苦修 可绝技是不可能的呀 虽然你是借助着进入森林寂静的状态之力 方才把虎啸融合纳为己用的 可是这速度与成就实在太过令人惊叹了 要老肯定的声音忽然在萧炎的心里响起 看来啊 后者与先前经历着奇异的一幕 饶食要老也不得不感到诧异 文言 萧炎嘿嘿笑了笑 他没想到自己误打误撞下 竟然会侥幸的进入内骨子状态了 不过 你也别高兴太早了 你如今啊 也仅仅是初步掌握了这狮虎碎金银而已 他的威力呢 勉强能够发挥出三四层左右 想要达到大城的地步没有时间磨练的话 那是不可能达到的 而且这种磨练可再没有任何捷径可走了 嗯 萧炎点点头 他扭了扭脖子 听着那骨头间响起的清脆的碰撞声 长长的吐了口气 他本来就没打算用两天时间 便把这玄阶高级的尸虎碎金银炼至大城的地步 如今能有这个成就啊 这已经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了 所以他并不会好高悟远 要老说完便是完全消逝了 知道就好 有人过来了 我先退回去了 手掌拍了拍衣袍上的水渍 萧炎转头把目光投向小山谷的入口处 那里树枝略微动了动 玄际一道青色的茜影 如蝴蝶一般轻盈的闪掠出来 最后翘生生的停在湖面上的一处 凸出来的小石头上 银铃般的笑声 犹如幽山中鸣一般 使得萧炎这两天两夜未曾放松的精神 稍缓舒适了一些 茜影哥哥两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今天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内院了 你准备好了吗 轻衣少女抬着淡雅精致的翘脸 望着巨石上副手而立 身子显得越加挺拔的青年 柔身活泼的笑着 萧炎轻笑点头 手掌拍了抬背后硕大的悬中尺 脚尖一点实面 身体化为黑影 闪掠出山谷的出口 他对着轻而挥了挥手 旋即便是转身 缓缓步出了小山谷 内院嘛 我可是很期待啊 希望不会太失望吧 人影儿虽然消失在丛林之间 留下淡淡的声音 缓缓的徘徊着 起点中文网版群左右 唱听网荣誉出品 当萧炎和萧勋儿两个人来到副院长虎前的书房前时 只听着门前的空地上早就站满了不少人 这些人呢 分散成大小不一的各自的群体 各自低声笑谈着 而这些群体之间又各自以白山 吴浩 虎家三个人的圈子最大了 萧炎和勋儿的出现 也让他热闹的空地上略微安静了一点 除了少数人 大部分望着两人目光中 都是充斥着敬畏 在前几天的选拔赛上 萧炎用了一敌三的强横战技 将所有不服的声音都震慑了下来 因此啊 虽然他才来到学院不到一个月 可是声望却是隐隐超过了白山 吴浩等人 萧炎两个人静止穿过了人群来到空地的地方 与白山等人对视了一眼 除了白山之外 虎家和吴浩倒是冲他们也点点头 态度比起前几天呢 明显要好许多了 显然 前两天虎前说的那些话 对他们也并非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在出进内院这种强者云集的地方 若是不团结 恐怕呀 真会有苦头吃的 这两个人虽然傲气 可却也不傻 无味的苦头能不吃 那自然是不吃最好了 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团结硝烟 此时的空地之外 也围满了不少其他的学员 在外院所有学员的心理 能够进入内院修行 那是一种极让人眼热的荣耀 无数的人从一进学院 便是对着这个方向努力着 因此啊 每一年 那些通过了选拔赛的学员 进入内院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人前来围观和送行 当萧炎两人到达这里十几分钟之后 紧闭的书房终于被打开了 副院长虎前 以及几名老者 缓步的行出 瞧得他们出现了 整个空地上窃窃私语的声音 便逐渐宁静 片刻后 更是完全的鸦雀无声了 虎前的目光 缓缓在空地上 五十名学员的身上扫过 瞧得没有缺席者之后 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上前一步 朗生的说道 各位同学 今天 便是你们进入内院的时候了 在这里 我得祝贺一下你们 长久的努力 终于换得了回报 我相信 在进入内院之后 你们或许 会不适应那里的修炼方式 不过 有一点 我是很肯定的 那便是你们能够在那里 最大限度的激发自己的潜力 啊 并不是 我说大话 只要在内院待上一年的时间 你们就会取得脱胎换骨的变化 你们之中 或许有认识内院中学员的人 毕竟 他们偶尔呢 也会假期从内院出来 所以你们应该清楚 从那里出来后的学员 与进入之前 有多么巨大的差距 听个虎钱这番话呀 场中 有着少数的学员 微微点头 显然 他们应该便是那些曾经和内院出来的学员打过交道的人 而更多的则是满脸期盼和兴奋 虎钱所说的 也正是他们所追求的 他们进入内院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追求更强的力量吗 他们相信 不管内院的修炼方式是如何的怪异与苛刻 他们都会坚持下去的 能够从加兰学院中的内院脱颖而出 这就证明了他们的天赋和努力了 能站在这里的人 都并非是那种会认为自己的力量能够平白得来的人 虎钱笑了笑 抬头望着远处蔚蓝的天空 内院是加玛学院的核心地所 由于其保密性 因此啊 大多数外院的学员 包括导师 都不知道他确切的方位 所以 我们将会把你们送到某一处地方 蔚蓝的天空里 在那里 十道黑影正在飞掠而来 片刻之后 黑影逐渐的变大 赫然是石头巨大的尸旧兽 石头尸旧兽带着巨大的阴影划过学院 最后在萧炎等人所在的半空处停了下来 翅膀挥动间 狂风涌动 把下面的学院的身形删得有些站立不稳 望着头顶上的石旧兽 萧炎眼中划过一抹诧异 哦 石旧兽 难道内院距离这里 有很远的距离吗 虎前冲着天空上的石旧兽挥了挥手 旋即阴影压下来 最后 狂风吹拂肩 石头石旧兽停留在空地不远处 众人目光一扫 去时发现 每只石旧兽的背上 各自有两个人驾驭着他们 瞧着石旧兽降落 虎前手一指 笑道 好了 时间到了 各位同学们 去吧 五人一组 听着虎前的话 那空地上的学员们顿时转身 玄机一窝蜂的闪掠到空地上 然后犹如跳蚤一般 只听嗖嗖的声响 那些急不可耐的家伙 便是登上了石旧兽那宽大的后背 然后等到他们双脚踏上的时候 石旧兽呢 略敢有些滑腻的羽毛 顿时让他们呢 吃到了苦头 一些站立不稳之人 直接脚一滑就滚了下来 身体砸在石板上 砰砰作响 接连不断的响起 哈哈哈哈 小子们啊 不要逞强 这石旧兽上啊 安有安全的座椅 不要妄想能够立在他的背上 那只有大斗师才有这个能力啊 虎前大笑了一声 玄机转头 看向萧炎等人 前五名 你们五个同一个队 上去吧 啊 文言 萧炎五个人都是一争 他没想到 虎前竟然安排他们五个在同一个队伍 略微迟疑了一下 除了那白衫 皱了皱眉头 其他几个人呢 倒是无所谓的 点了点头 萧炎 看了薰儿一眼 走吧 随即身形闪动 玄机便出现在一头 湿就兽的背上 双脚 稳稳的耸立在那滑溺的羽毛上 犹如铁塔一般 纹丝不动 而瞧着他这般稳健的身法 那些先前从师就兽 滑溺的背上跌落而下的学员们 不由得满脸钦佩 尝试过强行登上师就兽的他们 非常清楚的知道 那该死的羽毛啊 是多么的让人难以站立 在萧炎之后 薰儿几个人也都同时闪身而上 四个人都是没有借助外物 笔直的站立在师就兽的背上 这般实力不愧是选拔在前五的佼佼者 瞧着五人的这番表现 虎前以及身旁的几位老者 目光环视了一圈空地上 刚看到所有人都登上了师就兽之后 刚才互相对视了一眼 微微点头 前者手一挥 虎前与三名老者身形一动 便闪掠上半空 肩膀一震 四双绚丽的斗气双翼 便是从背后延伸而出 双翼微微的震动 身形呢 便是在空地上众多羡慕的目光中 悬浮不动 能够凝出斗气双翼 自由飞翔 永远都是很多修炼者 心中的梦想 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下方的空地 虎前笑了笑 手一挥 下方驾驭师就兽的人便是一声口哨 顿时施就受双翼猛的一震 巨大的身形 便伴随着留在地面上越来越小的阴影 缓缓的升空了 这一路 我们将会亲自护送你们过去 走吧 好了朋友们 遇之后事如何敬请收听 豆破苍穹 第三百二十回 第三百二十回